前一阵子,抚原爱和自己的老公姜洪杰终于是把婚给离了。 对于很多国人来说,可能很多人都会力挺人家抚原爱, 毕竟知名度摆在那里。 再加上中国人的情感问题,很多人都站在了抚原爱这边。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,抚原爱在这次离婚中并不是亏本的一方, 甚至离婚对于抚原爱来说百利而无以害。 因为日本的婚姻法也是存在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, 而且比我们这里的法律不一样的是, 他们那边的共同财产不仅包括了婚后取得的所有财产, 而且还包含了男方的养老金。 如果男方和女方离婚了,日本的法律是偏向于女方, 所以抚原爱离婚是相当赚钱的。 首先就是慰问金,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, 男方要是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了,必须向女方支付慰问金, 跟我们国内的金身损失费差不多。 一般来说,这个慰问金的金额大概在200万日元左右, 一般不会超过300万日元,光这一波, 抚原爱就能捞不少钱了。 紧接着就是夫妻共同财产, 日本的法律也是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, 而且因为日本大多数女性婚后是不工作的, 也就意味着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是男方单方面的收入, 法律上是按照男女各一半来分割, 可事实上法官不会这么判, 因为女生婚后没工作, 为了照顾她们,大部分的法官都会多判钱给女方。 因此,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, 抚原爱离婚怎么看都能分到人家男方一半的财产, 但是别着急,你以为人家就这个了, 那你是想多了, 抚原爱本身就是惊得很的人, 怎么可能太便宜男方, 日本的法律除了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外, 还规定了如果你跟老公离婚了, 还能拿到另外一笔钱, 这笔钱便是男方的养老金, 因为日本女人婚后都不工作, 为了保证他们老有所依, 日本法律同时规定了女方离婚后, 男方的养老金也必须分他一部分, 这个比例不能低于50%, 所以抚原爱离婚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, 可怜男方了被割走了那么多钱。